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诗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那样一些诗人 那么一些艺术家 他们的活动 究竟带来了什么信息 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信息 有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感到的 这个信息就是带来了一个 新的信息叫做人的时代 我们说中世纪 应该算是神的时代 那么文艺复兴就带来了人的时代 当然后来的工业革命 又带来了物的时代 那么我们现在到了21世纪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秦的时代 是不是这样 那么从这么情况来看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才他们诗人艺术家 这批人 首先他们是一些新生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想和以前的人不太一样 他们新生代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把人文主义的那些思论艺术家 称为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呢 因为他们受的教育 基本上是社会的教育 他们不是大学里读出来的 不是教会培训出来的 他们是和社会非常接近的一批人 他们是新生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学问很好 但做的都是契合实际的学问 他们不是那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 而是具有非常拯救 现代的社会的 使命感的那样一些艺术家 这样一批人后来比比皆是 像英国后来出了一个莎士比亚 它也是来自于什么 也是来自于民间的 莎士比亚起先并不是一个剧作家 它是一个写剧本的 然后它也是跑龙套的 后来它那个越写越好 写得特别好 简直把英语都改变了 出现一个大文豪 大戏剧家 这样的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 所以呢 他们的受的教育呢 有点是自学成才的 有点是靠旅游的 有点是那个从各个地方 来搜罗自己的艺术创造灵感的 关键的他们有使命感 那么这样一批人啊 叫做新生代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圈 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 那么他们呢 有很多文学的艺术的才华 但是他们也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 这批人啊 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 早期的一批知识精英啊 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参照体系 却是中世纪 他们甚至是有意的 要表现出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不同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 大部分是依附于教会里面的 所以他们和中世纪的那个教会 和中世纪的那个创作的作品 是很不一样的 这就是他们的对照体系 他们创造的作品 也不是中世纪的 那个哥特式的那样一种建筑 而是他们要创作努力创作的 这人的作品 那么这样一批人 新生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事业比较开阔 他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呢 不仅从古代去吸收古典文化 尤其文化的那些精华 他们还注意吸收外国的文化 他们注意吸收那个阿拉伯的文化 希腊的文化 甚至异教徒的文化 拜占庭的文化 他们不再像中世纪的人那么规范 觉得拜占庭是异教的 古希腊是异端的 什么都不能碰的 也就是他们文艺复兴的知识经营 他们大脑里没有禁区的 他们觉得哪个好 就哪个就拿来 哪个就拿来用 哪个就进行学习 而不是在中世纪的宗教的思想的禁锢下 他们觉得拜占人文化是不能碰的 那是异教徒的文化 古希腊的文化是不能碰的 那是异教徒的文化 一个是异端的文化 那么这样一来 他们现在文艺复兴的知识经营 他们向整个世界学习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要把一个神本主义的社会 转变为人文主义的社会 或者人文主义的社会 为此呢 他们简直是做到了 那个力所能及 这些形成的知识分子 不仅自己把自己培养好了 他们还特别地强调教育的功能 特别强调艺术的功能 强调美德 所以他们是发掘了美的一些人 无论是写诗歌 还是进行艺术创作 他们把美的旗帜高高举起 那个美呢 在他们那里 就不是一个欣赏的问题 而是一个拯救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说过的 为什么美学在西方呢 都是放在哲学系里面的 而不是放在文学系里面的 不是放在艺术系里面的 那么艺术系里面呢 你谈美学呢 主要就是谈欣赏啊 品味啊 歌调啊 但是为什么美学这个学科 要放在哲学系里面呢 主要呢 美学有一种纠错的功能 什么叫纠错的功能呢 就是你把最好的东西放在那里 那么其他人就好像他来比较了 也比较觉得自己错了 你比如说 蒙娜丽上这样一个优美的形象 或者拉菲尔的圣母像 或者米卡朗基罗所雕刻的那个大卫 那么一般人走到大卫面前一看 原来人类如此美好 那就觉得自己不如他了 那么你一看到那个 拉菲尔的大 那个拉菲尔所雕刻的 所画的那些圣母 那么所有的女子跑到 看了那个画 就觉得自己不如那个画中的人 然后就可以改进自己 这叫纠错的功能 那么这样一种纠错的功能呢 就是为人类的未来 树立了一些坐标 树立了一些可以加以模仿的东西 所以这样呢 就是美学呢 具有强烈的纠错功能呢 它就变成一种 人类的那个指南针了 指引人们向前走的一个东西 所以要放在哲学系里面 那么还有个情况呢 就是他们不仅是思想家 他们还是行动家 一般都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思想观念 一个是动手 那么你想应该怎么样 那件事情还很简单 但是你真的去做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那些人呢 都是高厂作家 他们由被动的人 变成主动的人 这些诗人 这些艺术家呢 他们要把一切被动性 消灭在摇览之中 要把人的一切生命潜能 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唯有如此呢 人才所以为能 这种精神有点像希腊精神 那希腊那里 如果你不创造 不工作 你就是在犯罪 那么对于人文主义制来说 也是这样 你不创作 不工作 你也在犯罪 所以把你的懒惰 提高到犯罪的 这样一个标准上 目的就是要把人的 所有的潜能 都充分地激发出来 所以这些人 都是很进取的 他不仅写诗 还要当会观诗人 不仅当会观诗人 还要当语言学家 古典文献学家 政治家 社会改革家 还要去学习各种语言 不仅学意大利语 还要学拉丁语 还要学希腊语 画画也是这样 不仅要学画画 你还得去什么 学雕塑 学建筑 所以雕塑和建筑 本来就是一起的 美术学院里面 一定富有一个建筑学院 这在欧洲来看 建筑学院和美术学院 本来就是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北京的 那个中央美术学院里面 开了一个建筑学院 也就是想恢复 原来的传统 而不是经过院系调整 那个建筑系 应该到清华大学去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中央美术学院里面 就设了一个建筑学院 它目的就要恢复 欧洲的那种传统 建筑学和美学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清华大学挺高兴了 他说我们要培养的是 具有美学眼光的建筑师 我们不是培养造房子的人 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 是具有美学眼光的 美学家的建筑设计师 所以呢 这就是在他们那里 都是连在一起的 再来谈那个达芬奇 那就更了不起了 这个人是很多学问的开创者 他搞美术 画画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是那个研究 那个机器是他的擅长 他研究武器的人 他能制造最有威力的武器 他能那个管理一个城市 他能疏通下水道 他能制作飞行器 他能制作自行车 他研究过那个纺织机械的 怎么改进 他解剖尸体 他是最早的那个解剖学家之一 他是画画的人 他什么都改 就他写给一个统治者的一封信里 说他有十大才能 这个人的画老画不完 也是他太忙了 应该说他灵感太多 他的工作能力 总是比不上他的创新能力 那这样一种人呢 就把人身体里的所有的潜能 都充分地激发出来了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很容易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他们求心求意 不断地追求新的知识 那么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他们就把人的罪性给改变了 从人是有罪的人 变成了人是可以自我创新的人 这使得社会风气出现一种改变 过去是对神的崇拜 现在就渐渐转变成对艺术的崇拜 对人里面的伟人 这是精英对天才的崇拜 他们梳立了一个概念 就是天才是产生于地球上的 那么天才当然也有天才的痛苦 天才经常会产生天才的痛苦 所以一方面他们因为生命力极其旺盛 产生痛苦 另一方面呢 他们也因为生命力极其衰落 产生痛苦 所以彼得拉克那些人啊 他们经常找不到 可以和他沟通的人 因此他们去和凯撒同性 去和古代罗马的西塞罗写信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他们觉得呢 他们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他们的思想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以后呢 就很有一种冲动 去和古代的伟人去通信 所以呢 他们是一些人类的智者 他们已经走到了 那个精神的巅峰上去了 那个时候呢 他们更容易和古代的一些伟人去沟通 从某种角度来说呢 那个人文主义者是变浅了 而不是变深了 因为他们把本体的追问 转变为形象的展现 他们写的诗歌 不是很深奥的 让他们看不懂的 而是简简单单的 一些优美的情书 他们画的画 也不是要在里面去表现出 深奥的精愿派的哲学 而简单的就是展示 人类最优美的形象 所以从那个表面上看 他们是走出了精愿哲学的框架 学问不是做生的学问 而是做大宗喜欢的学问 但是从更深刻的方面来说 他们是把中世纪的抽象的语言 转变成为具体的形象的语言 他们的学问 也就从求真转变为求善 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们的学问是认真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也是背叛了经验哲学的传统的 对他们来说 一切原则都可以为美而改变 所以他们的创新就创在这里 人文主义者多少代表了一种 从制作很少的东西 到多产的这样一种转变 因为从他们开始 东西就越写越多了 那么这也是他们当时的一种 极限追求的一种做法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评价 这一批人的 一些私人的 一些知识分子呢 我们在这里就要提出几个问题 也许我们也不能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当时社会处于危机之中 却出现那么多人去研究古典文献 因为好像在危机的年代 人家更应该去研究 如何增加粮食 在生死存亡的时候 更应该去研究 我们怎么去提高我们的医学 为什么出现一批文化人 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去研究古典的文献 这是我要提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去 那个批判经验哲学 甚至是断裂崇拜 但是呢 他们用所用的方式 又不是什么正面的攻击 而是用冷嘲乐风的方式 那么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是侧面的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没有和教皇决裂 甚至很多人还成了教皇的朋友 甚至后来英国的一个伟大的学者 叫做托马斯默 他也是因为不肯和罗马教廷分开 后来被英国的国王亨利巴士出使 那么还有一点 为什么他们要给古代人写信 还有一点 为什么他们出现了 在一个时期 在意大利 尤其在意大利 尤其在佛罗伦沙 维尼斯 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杰出的能力 据说人文主义者有六百多个 各个都是写诗歌 画画 搞艺术 搞政治的能手 那么多的六百多个知识精英 同时出现 并且在各个领域里呢 都展现风采 为什么呢 还有个问题 也是没有搞清楚的 就为什么人文主义者 他们和各个阶层 都保持一种平等的交流 在他们的朋友里面 有教皇 有君族 但是他们也是农民的朋友 也是市民的朋友 也是双人的朋友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只是代表一个阶层 而是代表那么多阶层 甚至可以把自己当作 民意的代表 还可以提出第七个问题 为什么意大利也许 正当作资本主义 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文艺复兴 以后 意大利却没有发展成为 欧洲的第一流的强国 反而出现衰落 我想这个问题 可以在这里加一句 也许是因为意大利 不同意造成的 后来英国 法国都统一了 建立了很强有的民族国家 意大利是城邦国家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佛罗伦萨 那里是威尼斯 各个都是独立的 所以也许正是 意大利的分裂 使得它涌现过 如此辉煌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地方 却没有成为 发展成第一流的国家 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呢 意大利的那些人文主义者 为什么都很长寿 都活到七十多岁 那么 为什么 就是说他们是搞文艺创作 自己还能 活得那么长寿 那个事情呢 也是很值得 那个我们进一步探讨 但是呢 我们更要重要的呢 我们是觉得这个文化呢 对社会产生了影响 意大利那个文化呢 对社会产生了影响 我们过去在讲授 欧洲的 中世纪欧洲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 中世纪欧洲有那个十大缺陷 哪十大缺陷呢 第一生产力非常低下 第二呢 没有稳定的政治持续 第三呢 我们说呢 教会构成了 对世俗政治的反动 因为两把剑理论 教会是教会 掌握精神的 那么国王君主 他们是世俗的统治者 但是因为教会太强大呢 就构成了 对于世俗政府的那个反动 还有就是部落 部落构成了 对中央的反动 还有就是知识分子 远离政治社会的中心 不像中国有科举取势 那么这样的知识精英呢 就能为政府服务 在西方不是这样 还有呢 就是说 欧洲的封建主义呢 它不是军事性很强的封建主义 它不是政治封建主义 厂长则是五人那个党政 还有文化上没有凝聚力啊 国家财产不是建立在主流经济上啊 那么这么糟糕的一幅情况 那么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文艺复兴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至少在文化的凝聚力上 至少在这一点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